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介紹的角色是日服的泳裝唇 常駐角色 物理前衛 單體唇輸出 接著就來看技能吧 1技能 對眼前一個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賦予火傷狀態 火傷造成的傷害會根據物攻提升而增加 2技能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理攻擊力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並大幅度提升自身物攻 以及行動速度提升1.6倍 持續18秒 好了 看完了泳裝黑騎的技能 我這邊直接放地下城實戰並且開始說評價了 技能看完可以看出泳裝黑騎的技能非常中規中矩 沒有什麼特殊條件 這種情況下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那麼 泳裝唇到底是大好還是大壞呢 在等地下城實戰的過程中來看一下FMEDIA的評價吧 現在FMEDIA給泳裝黑騎的戰定評價是 競技場A 戰隊戰A 露娜塔B 算是一個蠻倉管的評價啦 但我個人認為這個評價還有點偏高 之前在升放送看到泳裝黑騎在三階段戰隊戰 連兩百萬都打不到 我就知道 嗯 沒救了 那個隊伍破防是夠的 而就算是人為操作失誤導致傷害打低了 影響也很有限 一個傷害打不到兩百萬的純輸出角色 大概是公主連結一年前的角色強度吧 泳裝黑騎感覺就是迷路了一年 現在我念一下能破防 輸出又能打超過兩百萬的物理角色 克 靈 克羅伊 江戶妮諾 泳裝月月 而至於純輸出角色 傷害比泳裝黑騎高的也有 毛一位 日和 泳裝爆弓 上個月日版戰隊戰 日和已經沒有上場機會了 更何況是傷害比日和還低的角色 最後下一個結論 泳裝黑騎算是倉管等級的角色 不太建議花自己的鑽石去抽 而這個角色是有免費十連的 以日版來說 這個角色最多可以抽12次的免費十連 以抽11次來說 最後一天是留給別的池的話 有將近八成的機率可以不花鑽石抽到 算是一個半送的角色 不過即使抽到了 以強度來說 除非想衝高戰力 不然我是不建議花資源在他身上 就蛋糕餵一餵 劇情看一看就好啦 OK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